大家好,今天做了个软麻花 喜欢的朋友跟我一起做吧 一碗面粉中打两个鸡蛋 一勺白糖,适量酵母,适量泡打粉,适量小苏打 再倒一勺食用油 然后搅拌均匀 用温水和面,调成面絮,揉成一个面团 然后盖上盖子,饧发两倍大 把饧发好的面移到案板上,揉面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 封成等份的面剂,取一块面剂搓成细长条 然后再像视频中的手法,全部做成麻花状 全部做好,上面刷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再松弛10分钟 用6成热下锅炸 炸至一面上色,翻炸另一面 炸至两面金黄,捞出控油 好吃的软麻花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麻花就是凉了也不会腻 喜欢的朋友顺草试做,感谢您的支持